- 欢迎收听妈妈TALKER,我是Nor,我是阿爸,我是可乐,不知道大家吃午餐了没,现在时间来到下午1点30分,本集一样由妈妈TALKER赞助播出,耶,吃午餐了没? - 我要吃粽子,有吗?是不是因为端午节要到了,所以特别的热? - 对,真的吗? - 因为端午节它就是,这个节日就是分开来一个夏天,端午节一过就是真正进入到夏天,就不会再冷回去了 - 我又很想要吃粽子,可是我又不想夏天那么快到 - 很叛心 - 对,对,对,对 - 但其实在台湾应该冬天也是吃得到粽子的 - 马来西亚人会觉得到午节就是吃粽子,然后没有... - 应景 - 对,应景,对,对 - 马来西亚好像蛮多就是节日的东西都会... - 只有节日吃 - 只有节日吃 - 对,然后台湾我就觉得会... - 为什么有一些不应该这个时间出现的东西都有 - 那个圣诞节吃粽子 - 那这个... - 万圣节吃月饼 - 好哦! - 嗯 - OK,好 - 那... - 我应该是... - 你们都吃了粽子了吗? - 我还没 - 我吃了两次 - 总共三颗 - 自己包的吗? - 不会吧? - 有两颗是房东提早给的 - 因为... - 房东还是送你啊? - 嗯... - 房东... - 房东每次都是... - 就是你们录音的地方 - 嗯... - 嗯... - 这个房东他每次节日的时候都会有... - 就是好像买月饼啊什么之类的 - 哦... - 对... - 然后他都会提早给是因为... - 到时候会买不到 - 哦... - 对... - 提早... - 就很像Seven这种Ego粽子 - 都还蛮好吃的 - 然后另外一个是学校 - 因为应该毕业生还拿得到 - 对... - 那时候... - 外国学生就会有拿到这一种的 - 每次过什么节就会拿到什么样的... - 硬景硬景的事物 - 对... - 八八,段五节 - 诶... - 你在干嘛? - 我在干嘛? - 不会是米虫吧? - 米虫然后吃... - 先说就是这一集播出的时候 - 昨天是端午节 - 啊...对... - 端午节快乐 - 端午节快乐 - 端午节快乐 - 耶... - 端午节快乐 - 它的传统是... - 诶...对啊... - 我不是要纪念那个... - 曲缘吗? - 诶... - 我不应该快乐 - 诶... - 反正... - 不要端午节快乐 - 节庆快乐 - 佳节 - 连假快乐吧 - 端午节 - 对... - 那... - 要干嘛? - 对啊... - 阿爸呢? - 嗯... - 我端午节呢... - 这除了你们刚刚说的种子之外 - 嗯... - 你们知道栗蛋吗? - 栗蛋不是春... - 春天才会栗蛋吗? - 春天? - 什么意思? - 我也是想说是栗... - 栗春还是... - 对啊... - 栗春才栗蛋的,不是咩? - 蛤? - 蛤? - 蛤? - 不是! - 你们... - 你说春节吗? - 对啊... - 初...初一... - 你们春节会栗蛋? - 对啊... - 我好像之前有讲过... - 有... - 好像有哦... - 好像有哦... - 但我们是端午节栗蛋... - 为什么? - 端午节跟蛋有什么关系... - 端午节跟蛋... - 端午节跟蛋... - 区人喜欢吃蛋... - 还是区人喜欢栗蛋... - 诶... - 端午节有点考... - 考到阿爸... - 对啊... - 可是... - 你们是从小就栗蛋吗? - 对啊... - 从小就栗蛋... - 这感觉像是一个小小的游戏... - 还是就是因为... - 大人在包装... - 小孩子不知道要干嘛... - 你们去栗蛋... - 不要吵大人... - 对对对... - 要去栗蛋... - 因为栗蛋需要耐心啊... - 抱歉啊... - 不知道什么... - 我不吵了他们两个... - 讲的是不是真的... - 我们自己评估一下... - 我们推... - 推算... - 好哦... - 我也稍微查一下... - 好... - 查一下... - 你说... - 这是过去的一些... - 流传的一个说法... - 嗯... - 它就是说... -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 - 正中午的太阳直射北半球... - 嗯... - 所以这时候那个蛋呢... - 会受到地心引力跟太阳的... - 引力牵引... - 嗯... - 好神奥哦... - 就... - 这个蛋就比较容易立起来... - 嗯... - 但事实上这就是一个流传的说法... - 好... - 端午节... - 所以... - 几点要立... - 几点要立... - 就正中午啊... - 正中午十二点... - 正中午十二点... - 好... - 好... - 你们上个立一立哦... - 嗯... - 那我们要问Bossman... - 就是昨天有没有立蛋... - 哦... - 对啊... - 对啊... - 我看我有没有时间立... - 应该可以立吧... - 如果立的话都可以... - 留意一下... - 要先买到蛋... - 有啦... - 最近... - 缺蛋应该没有在缺了吧... - 应该没有吧... - 应该没有吧... - 没关系... - 如果我有立的话... - 我可以拍一个照片... - 上传的... - 妈妈托克... - 让Bossman看一下... - 有没有立蛋成功哦... - 好... - 除了立蛋跟吃粽子之外呢... - 嗯... - 还有一个... - 你们知道五十水吗... - 不知道... - 五十岩的水... - 就是中午的五... - 时间的十... - 哦... - 五十水... - 五十岩... -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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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 - 然后... - 然后... - 这个正中午的时间呢... - 因为是... - 呃... - 也是流出来呢... - 这个正中午是阳气最强的时候... - 嗯... - 所以这时候的水... - 嗯... - 就是有办法... -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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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诶, - 诶... - 诶... 那個我記得去年的時候,去年不是那時候好像 沒有水吧 欸,疫情還沒有 疫情有點嚴重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遠距 然後那時候端午節 遠距查身體 我端午節我留在台中 然後正中午的時候 我媽就突然很急著打電話過來 她說,你趕快去用那個把水打開來 好,那麼神聖啊 有些就是寧可信其有 對對對 然後就會去收集那個正中午的水 然後可能擦身體之類 就會有點像驅邪 然後保持你的身體健康 之類的這一種含義在這裡 可能沒有上班的話可以做一下 可以試看看 體驗一下 這個流傳的說法 Bossman,如果你們是馬來西亞的Bossman 搞不好你們可以參考台灣的做法 對 閉鞋 對,閉鞋 好喔 說到閉鞋 還有一個就是艾草跟倉圖 就是這兩款植物 然後呢 我們會把它用成一束 然後綁在門口 門旁邊啦 那像驅邪 然後有驅蟲的感覺 因為夏天都有很多蟲 OK 感覺為什麼台灣的端午節好多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種植物 它是長得很像草嗎 還是什麼 一定要乾的嗎 還是 沒有啊 就是倉圖跟艾草 它是兩種 兩種植物 OK 那掛在門那邊 掛在門那邊 喔,好酷喔 嗯 那你會掛嗎 我家裡會掛 我自己不會掛 喔 OKOK 好酷喔 下次段午節的時候 是段午節的時候 要掛還是段午節之前 還是段午期間 然後通常就是掛著 一直掛到它枯萎 然後就可以丟掉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問嗎 我現在去外面的時候 我要觀察一下台灣的一些住家 喔 住家有沒有很棒 有沒有 因為我想要知道 是不是長得這樣 是長什麼樣的 但你可能要 比較傳統的才會 對對對 了解了解 OK 差不多這樣 然後其他的 啊 一個華龍舟啦 嗯 嗯 入港嗎 很多地方都有 現在台灣很多地方都有去辦 欸 華龍舟又在海那邊 哇 還是在河路那邊 河路那邊 因為他其實 我以前以為 一小段 在泳池欸 哈囉 因為他只是一個活動 喔 確實啦 比較安全 泳池 比較安全 OK 我有點 有點不可以解釋 因為我看過人家華龍舟 在泳池花 OK 好喔 感覺很快就到了 對啊 有點太快了 OK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就是華龍舟 這個活動 這個比賽 很熱 很熱 我應該 我沒辦法 你竟然想學了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 明年再看 明年一樣熱好不好 對啊 你會感到明年有那個熱情 就是你的心情更熱 熱情 熱情的部分 所以 爸爸你今年的段午節 會吃粽子 然後 會利蛋 然後五十歲 擦一下身體 擦一下身體 對 那艾草 哇 應該 你就不會是我做 OK 我可能會幫忙 OK 好 然後可能不會去看華龍舟 因為很熱 很熱 我就看那個電視上新聞就好了 對 這次都可以看到 不知道會不會有那個 因為Google不是每次都會有小遊戲嗎 我們在Google上玩那個華龍舟 對對對 我覺得可能有 大家最近可能可以看一下 應該是台灣 台灣會有 就是那個 每次有節樂大節樂 都會有那個Google的 都會有點不太一樣 每次都會換 對對對 而且喔台灣的是有放連假的 段午節 沒錯 馬來西亞沒有 小知識科普 對對對 如果想要放假 可以來台灣喔 對 連假放四天吧 來台灣 這一次是放四天 我忘記之前是放幾天 剛好碰到有假日 對 就是我們剛好是在禮拜四 所以禮拜五就會跟著放 好好喔 那這幾天如果出門 都會很多人喔 對很久 沒錯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灣人 端午節會做的事情 了解 那你們的話呢 馬來西亞端午節會做什麼 吃粽子啦 我很傷心 很想吃 很想吃 因為 那怎麼說 因為我聽到阿爸剛才說 就是粒蛋啊 吃粽子 我覺得應該也是會在自己家 如果你們家人有一起包粽子的話 你們應該都會有這個吧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媽那邊就是會自己包粽子 我媽很喜歡做這種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端午節呢 我記得我以前在沙巴的時候 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會陪我媽 陪我媽 陪我媽 包粽子嗎 陪我媽看她包粽子 看她包粽子 我媽不允許我 你這是監督吧 不是 我媽是不允許我 陪我放多一點喔 對 我又是有試過一次 她說包不了 你不可以 然後 就失敗了 就是 太大顆了 然後我記得我媽 我媽和媽媽 她就是只有 只會包枕頭粽 我不曉得這是來自哪裡的啦 那是我媽說她自己發明的 就是枕頭粽就是很像枕頭 然後送三片葉子 然後 人家會不會以為像枕頭這麼大 沒有 沒有 就是小型的 我下一次拍一張照片 因為我媽有穿 今年我媽現在她已經包好了 她有拍了一張照片給我 我發現我好想吃喔 其實之前我回去的時候是新年嘛 沒有可能是有粽子 我媽不會特地新年的時候包粽子吧 所以我就沒有吃 我已經大概很久 很久 沒有吃過我媽包我的粽子 而且我媽現在年級的夜夜大 也不會說 花很多時間包很多 太累了 對 因為她會分 有菇類的 有蛋黃的 她會分門別類 不同口味 對 因為我們親戚之前很多 所以有些喜歡吃有蛋黃的 有些不喜歡的 喔 然後她的繩子會不同顏色 喔 我很用心啊 真的耶 對 然後現在就只能從照片裡面看到 我媽媽大概包個二十幾個而已了 不會包像以前那樣 哇 好多好多喔 唉 好啦 我很可惜沒有流傳 我媽媽流傳的那個沒有她的手藝 希望希望有機會回去可以傳承我媽的手藝 那你就不能只是監督了 你要教你家人拍下來怎麼做 把步驟嗎 把步驟嗎 哇好好可以 你要叫我弟 還對的 嗯 叫你媽在包個時刻 不要 不要這樣圍繞我媽 那希望啦 這是我覺得 今年的端午節就是 真的只能夠就是在這一邊 買個一粒 因為粽子不能吃多 我覺得它是糯米 對 對 然後可能不 就是像阿爸講的立個蛋 立個蛋 然後可能 聊 我覺得我今年端午節 因為他放假嘛 我被直接視訊我媽 然後看他打開一粒粽子 現場吃給我看 哈哈哈哈 聽起來 你要看吃播 對吃播 對真的耶 有點想念啦 如果我老闆這一次 因為我老闆通常也會提早給 他都是給一袋大概四五顆 對 如果他有給我再給你 好好好 那你就可以跟你媽一起吃 去年我有吃到 然後還蠻好吃的 他朋友做的 哦 酷 然後我自己那時候 也有另外一半買五顆給朋友 了解 我想想 段午節 我之前在段午節 是看人家的滑龍舟啦 我們是在海面上 海面上 而且我們滑龍舟是 應該算是國際性的比賽 它除了是本地人參加滑龍舟 還有各式各類的公司 人會派員工去比賽滑龍舟 公司代表 公司代表還有 對它是國際性的 所以除了看到本地人 也有看到一些外國人 特地去 對 來到我們那邊滑龍舟 一年一次的 還蠻大型的 那個活動也有包括滑龍舟 也有人在包粽子 我們也有看到一些 原住民包粽子 但是他們包的可能是純素種的 因為我們不可以吃豬肉嘛 我們也有一些很 我們對原住民啊 或者是土豬他們都還蠻友好的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阿爸可以過來我們 看看我們的 體驗你們的端午節 對 去滑龍舟 好累 好累 我去看就好了 看就好了 應該我覺得 在我家鄉是這樣啦 那可樂 你其實在你家鄉的時候 有沒有陪過你家人 還是你自己有沒有包過粽子啊 我先說剛才阿爸有問到就是 我們都怎麼過端午節嘛 我剛才唯一的想法就是上班 你沒放假 沒放假 我們沒有放假 對 然後包粽子的話 因為我家人都會包 我以前也有幫忙包過吧 然後以前我阿媽還在的時候就是 有包那種減重 減重 然後我媽不會 我一直會吵 我到現在有在馬來西亞 所以我還是會吵她說 你要不要包 試看看 因為我很久沒吃過了 因為現在好像我媽 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我媽只會包 不知道是福建粽還是小路粽 我分不出來啦 反正就是馬來西亞 我也聽不出來 馬來西亞粽子分很多 我剛才要錄之前 也有稍微查了一下資料 我大部分都吃過 因為我媽那邊就是有一部分 算是娘惹 所以我們也有娘惹粽 了解了解 然後水晶粽我沒有吃過 然後福建粽的草都粽 我分不出來差別在哪裡 可能是餡料吧 餡料不一樣吧 然後這些基本上都吃過 因為我算是大家庭 然後有以前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會就是包一包 然後可能包個 大家都包個幾十顆 然後分離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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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姨他們包的是娘惹粽 娘惹粽 娘惹粽的話 好像 因為我印象中 是荷的 可是它的外觀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娘惹糕 它外觀是白色跟藍色的 就是藍花 對 就是天然色 你是說打開那個粽子的葉裡面 就是它的形狀是顏色 我大概 OK 可樂說的就是 它的有顏色之分是說 那個肉粽的外面的線 那個米 對那個米糯米 啊 就是剝開了那個粽子的葉 所看到 不是那個粽子的葉有顏色 我剛才一直理解錯 這顏色的葉子 對對對 就是那個米糯米有 那個糯米有外表 對對對 喔好酷喔 這個我也沒有看過耶 那個很好吃 我阿姨包的都還不錯 然後我家 我媽包的是 有香菇跟蝦米的 我又不吃香菇跟蝦米 然後我媽又不喜歡客製 喔 所以我以前 以前的時候 很不喜歡吃粽子 因為裡面很多我不喜歡吃的 喔 好吧 然後我阿媽會包那個 台灣好像叫鹼粽嗎 鹼粽 就是沒有餡料 然後小小顆的 我不知道馬來西亞叫什麼 就是會沾 它是我最喜歡吃的 就是沾糖 跟黑糖 我知道 我知道客家話 但是我不知道中文 我們客家話是說 乾水粽 乾水粽 喔 鹼粽粽 喔是嗎 欸你直接翻了 我直接翻了 但是我不喜歡耶 因為我知道 不是我熟悉的那個 味道嗎 味道 對 有有有 就是黃色 黃嗎還是橘色 有點接近水晶粽 水晶粽是類似 蒟蒻那種感覺 水晶粽 我是完全沒試過啊 可能是近期才有的嗎 還是不知道哪一個客家還是 應該不是客家 反正這可能是某個族群的 好大學問喔 突然感覺 種子這一個 這一系列很像是 種子家族 對 種子家族 我記得有曾經看過茶花家 畫了一系列的種子家族 就是人家的花家 對 但是 是屬於哪一族 哪一個 東南西北哪裏來了 真的不知道 我只會吃 好像在馬來西亞 水晶粽跟鹼粽相對的就是 我們在台灣的就是素食的 啊素粽嗎 因為它沒有肉 對 就是水晶粽就是包甜的啦 就是紅豆那一類的 你看像聽下來 我東我姐最有印象就是種子 這樣你會想要 今年你想要自己 我其實有想耶 可是因為這陣子比較 算是忙一些事情 所以就好像沒辦法 因為我 我雖然是小時候跟我媽一起包過 可是我沒有實際過自己包過 可是我的記憶中還 還印象中知道怎麼包啦 我覺得我會 我感覺很像很複雜 他很像準備很多材料耶 我有印象無夠嗎 準備的材料很複雜 可是我 對 我感覺我是會 哇塞 如果你們還是你們要一起包 還是你創業啦 還是可能你要創業一下 然後賣粽子 可樂版的粽子 對啊 可樂版 可能會是可樂的味道 好酷 所以搞不好 可是 在台灣我還沒看過 有賣個人份量自己包粽子的材料 材料包 沒有啊 你就是買一大包 因為我印象中 綜葉是可以留的 就是綜葉要曬乾 因為它是曬乾的嘛 對 綜葉是可以留 然後餡料你就自己吃多少炒多少啊 我滿好奇的 就是 像可樂他會想要自己包啊 阿爸 你會想要自己吃 我就負責吃 我也是祝福著吃 好啊好啊 那我覺得 感覺啦 可是這個必須說 因為不是 我也是好幾年沒吃我媽包的嘛 變成我會想吃 即使它裡面有我不吃的東西 味道啦 我曾經好像跟我媽說過 就是 我回去 就是可能即使我過年回去的時候 她要特地包給我吃 可是都沒有 加上我自己也忘記了 對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我還記得等下你就撥個地方回家 欸媽你還記得嗎 你說新年要包給我的吃 她可能聽到這一集的時候 她就 我記得我媽有一次 我也是在台灣 然後她說 我說我什麼時候回去 她很像有把段午節的時候包的粽子 然後她可以那一放嘛 放在冷藏 冷凍 對啊冷凍 然後後來解凍跟我回來吃 她有這樣的計劃 在N年前的時候 就很像你說的 會忘記 然後她應該也忘記這回 就一直凍著嗎 沒有 就吃掉了 可能是某一天清那個 冰箱的時候 想說怎麼還有粽子 對對對 我媽也是很上網 她就丟掉了 對 那我感覺 當午節的時候我們應該就是 就是這樣了 嗯就是這樣 就是吃粽子 就是吃粽子 說了那麼多粽子 你們有沒有特別喜歡吃什麼粽子 還是其實你們就吃家裡的粽子 就是 粽子好貴喔在外面賣 我覺得很貴耶 確實 我不曉得 就是 他們她那個越大越貴 還是料餡越多 還是說 最直接的 你要吃甜的鮮的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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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鹹的 甜的感覺 好怪喔 不是我不曉得啦 這樣會被得罪很多人 甜的 我是覺得 就是 太多了 太甜了 因為它一顆這樣子 你要全部吃完就是 對 我覺得很甜 對 你這樣說 真的 所以我覺得 甜可能 放後甜點應該OK啦 或是分著吃 分著吃啦 大家一起分著吃 蛤蛤不能像夜餅這樣切 可以啊 可以切啊 好喔 我都 我吃粽子都會配辣椒 甜的也會喔 甜的 沒有 我不敢 我沒以為 我是來到這邊 會加甜辣醬 對 我才知道 原來粽子是可以配 我在馬來西亞 就會這樣 然後加上我自己 有帶辣椒醬過來 好喔 所以我是局外人喔 你的習慣就沒有這樣 對 我的習慣是沒有這樣 你可以出來看看 加那個 東泉辣椒醬的東西 我跟你講 我還是 是不習慣 東泉辣椒醬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我排測 雖然我在台中那麼久了 我吃過一次 我覺得它 不 不合你的口味 對 所以我覺得 你不是台中人 這樣子 我只是生活在 台中的 很多年的外國人 好啦 那我希望就是 當這個節目播出過後 我希望boss們 可以分享一下 到時候我們應該會 po一些 照片 如果boss們 也可以分享 就是 你們這一次端午節 吃了什麼粽子 對 對 可以留言給我們 或者跟可樂說 你們在哪裡買到減粽 可樂很想吃 通常 通常在台灣應該 不會在 端午節的時候 就是 沒有 什麼時候 它應該前年 都有粽子賣 對 不像在 就是有粽子店 對 專門在賣粽子 對對對 好啦 那我們這集應該 就聊到這邊了 差不多 希望等一下可以有種子吃 好 好 那 最後了 我們今天要教 阿爸什麼呢 什麼呢 阿爸你 其實你有喜歡什麼 顏色嗎 顏色喔 應該就是 綠色、藍色、白色 太多了 選一個嗎 先綠色 綠色嗎 剛好 我們種子又是綠色 這個沒有設好 硬頸 好 那我們今天來教一下 馬來西亞的 就是馬來語 綠色 是綠色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是叫青色 然後我來到台灣 才慢慢改 叫綠色 然後紅綠燈 我會說紅青燈 沒有啦 沒有啦 青燈 後來慢慢我的台灣朋友說 是綠燈 沒有青燈的 那青蛙是綠蛙嗎 青蛙 我不懂 這個怎麼解釋 我不知道 好了 我們回來回來 OK 我們綠色的馬來語 叫什麼呢 可樂 我怕我講錯 不會啦 不會吧 嘻叫 對 嘻叫 嘻叫 對 嘻叫 兩個音 應該OK 嘻叫 對 我們應該現在開始要教顏色系列 第一個顏色是阿爸 大家都知道阿爸喜歡的顏色了 對 對 嘻叫 對 阿爸你喜歡的顏色是 嘻叫 OK啦 那我們就 這邊結束了 可以 到五節 家節 一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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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